摩西对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其事 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定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 女子年幼还在父亲家里的时候 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 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却向她默不作声 她所许的愿及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有效 但她父亲听见了 不肯应承 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失效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因为她父亲不应承 她若出了嫁 有愿在身 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实话 她丈夫听见了 却向她默不作声 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有效 但她丈夫听见了 不肯应承 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 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实话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所许的愿 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 都要有效 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 或起了事约束自己 丈夫听见 却向她默不作声 也没有不应承 她所许的愿及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有效 丈夫听见了 若把这两样全废了 妇人口中所许的愿 或是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无效 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凡她所许的愿 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 她丈夫可以坚定 也可以废去 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不作声 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因丈夫听见了 一直向她默不作声 就使这两样坚定 但她丈夫听见 往后却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这是丈夫带妻子 父亲带女儿 女儿年幼还在妇家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